也是啊怎么也是骂不你 我以前就是对屎尿屁 穿美丽的衣服 化妆 对于自己的和穿那种身 比较贴合身材曲线的衣服 等等一系列 都有着那种莫名其妙的羞耻情绪 但是我自从跟这个法定配偶在一起之后 我感觉我就没有了 很神奇 就跟脸皮厚的人在一起 会就是让你少了很多羞耻的情绪 就感觉活着更轻松了 就是每次都能得到积极的正反馈 和那种情绪价值的感觉 有一个真心实意称赞你 不会打击你的朋友和配偶以及家人 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这个比上一个要柔软要粉嫩 也还是那样 就是把液体胶的优点和冷凝胶的优点 结合在一起 也没有那么粘手 然后这个里面是有一点糯米胶 我们看它的膜布张力 糯米胶的膜布张力都很好 能搭出那种很薄很大的泡泡 其实我以前是相对比较消极 喜欢自我否定的一个人 就别人一夸我 我就不知所措 我就觉得夸我的人 都是不是真心实意的 就是敷衍一下 但是我现在愿意去相信 如果有人夸赞我 是打心底里夸赞我 然后我也愿意去夸赞别人 愿意去给别人积极的正反馈 所以我现在感觉 这样挺好的 这个有糯米胶的话 就有点拉不大上来 这个多少有点油润 胶体比较稀溜 然后怎么还是抹布泥 我真的觉得就是那种羞耻症程度比较低的人 就是会很自由很快乐 就是那种感觉你们懂得吧 就是那种可能那种 可能我说的这种什么身体羞耻症 美丽羞耻症都没怎么很严重的这种情节的人 他可能就是那种比较大方比较大气落落大方的人 就是跟这种人在一块会很轻松很开心 我要变成那样的人 这个就是比较柔嫩比较柔滑 感觉它有点起泡胶的底子在里头 也有点像早期液体胶和那种滑嫩白胶组合的那种感觉 这种胶体筋是很好拉开的 膜布也可以 这有点像那种清水痰带一点点一点点硅胶质感的起泡胶 这个可以作为一个清起泡胶 手感还可以 可玩性适中 我说你 三七七八 三七八 三七